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八月份财神道,钱包股,钞票多多的生肖,生肖兔,兔族天生是比较细心的人,他们也有比较理想的职业发展,只要自己愿意尝试多方面的发展,往往都能取得较好的成绩,因为善于交朋友,所以他们 也能得到许多贵人的帮助,八月初极有财运,下旬又多贵人,而中旬又有不小的发展,官职升迁,家庭和睦,万事如意,幸福生活令人羡慕,截二连三的好运,生肖猴,属猴人天生比较聪明,智商也是被公认得很高,平时事业发展比较平稳, 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正是因为他们比较容易疏忽,所以让自己的发展比较缓慢,但并不影响事业发展,和致富的大局,八月初属猴人已将心态调整好,这样就不会再走弯路,也不会遇到过不去的坎坷, 财心在上,事业在下,三十一天内就会快速蜕变,会成为有钱人,也会让身边的人羡慕不已,生肖猪,属猪人头脑转得较快,性格也很圆容,与人相处时大多是好印象,只因自己比较随和,遇到问题时也先替别人助想, 所以生意上最能和气,哪有不如意之处,八月有三十一天,而这三十一天,都是属猪人的吉日,在此期间自己会一鸣惊人,翻身致富,月底比月初富裕,家大业大,生活富裕,什么烦恼都没有,生肖马,属马人进入, 八月迎来好运照福,在工作中他们,迎来更多的机会,努力争取让自己不断进步,另一方面,属马人在财运方面,迎来了一些机遇,倘若能够把握住机会,政财偏财获利更多,财富得到积累,赚到钱合理的理财最为重要,否则会有财来财去的现象, 经商的朋友务必要诚信为本,职场的朋友不可锋芒态路,良好的人际关系,让你的业绩方面如意顺遂,八月属马人定要抓住机会,凡事保持耐心,小号影响下注意,高风险的投机行为不宜,生肖蛇,属蛇人一般有助出众的才华,他们不且特别喜欢交朋友, 而且对人非常热心爱帮助人,生肖蛇因命中有天德贵人,和福德贵人相助,他们惹不起,八月份贵人财神双双道,钞票成堆,存款飙涨,喜遍富翁,总之只要蛇年出生的朋友, 在人生的路上,能持之以恒地去努力,就会存款涨不停,买豪车,住大屋,荣华富贵想不完, 生肖蛇,属虎人天生就有股贵气,他们一般都是才华横溢,风流潇洒之人,生肖虎因财博公有子喜,和红财两大吉星相助,他们惹不起,八月份贵人财神双双道, 钞票成堆,存款飙涨,喜遍富翁,只要属虎的朋友们抓住好运气,将来他们不管是大财还是小财,正财还是横财,总之就会,统统进入自己的口袋,摇身一变成财柱,吃香喝辣到老都不愁,生肖蜀,生肖蜀你可能觉得有些意外, 因为蜀在传统观念中,常常与贫穷和忙碌相联系,但在八月份,生肖蜀的朋友们,将会有意想不到的财富降临,这并非因为你的收入,增加了多少,而是因为你将会发现,许多之前忽视的财富来源,你可能会发现之前投资的副业,或小买卖在这段时间内, 赚取的利润远远超出了预期,不仅如此,你的心态也将变得,更为平和和豁达,更容易抓住新的机会,所以,请珍惜这份好运,并且记住不要忽视,每一个新的机会,生肖牛,生肖牛, 他们勤劳肯干,总是默默地付出,八月份,他们终于迎来了事业的春天,手捧聚宝盆发横财,这正是那句诗文的体现,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生肖牛的朋友们,你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生肖羊,羊这个生肖的朋友们,也不甘示弱,他们懂得如何把握机会,如何展现自己的才华, 在八月份这个特殊的时刻,他们也将迎来自己的好运,正如古人所说,山不再高,有仙则鸣,水不再深,有龙则铃,生肖羊的朋友们,你们就是那条仙龙,相信自己,你们一定能够迎来好运,生肖狗,狗作为十二生肖中最机智,灵巧的动物, 象征住聪明、机智和变通,在八月份,属狗的人将迎来财运的逆袭,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为了财富的宠儿,他们将有机会在工作中,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获得上司和同事的认可和赞赏,从而迎来升职加薪的好时机,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如意吉祥,万事圣意,财源广敬,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事事顺心,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如意吉祥,愿三宝加持和护佑,属猴人2024年不得了,家里有属猴的人,注意了,生肖猴超准,2024年运势大揭秘,开局吉祥如意,顺风顺水趋好运,生肖猴是十二生肖中的一员, 出生年份为1944,1956,1968,1980,1992,2004,2016年的人,都是属猴人,猴是十二生肖中非常聪明,机智,善于变通,灵活多变的生肖,因此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机智思维能够让他们,在各个领域中有所作为, 那么,2024年对于属猴人来说,他们的运势将如何呢? 下面将为大家介绍一下,2024年生肖猴的运势 一,事业运势2024年,属猴人的事业运势,将会非常好 在工作上,属猴人将有很多机会,展现自己的才能和能力,并且在工作中,也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赞赏 在这一年里,属猴人的职场运势非常强劲,可以说是开局吉祥如意,顺风顺水,趋好运 对于那些,想要创业的属猴人来说,2024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他们将有机会遇到许多,优秀的合作伙伴和投资人 并且也能够,在自己的创业事业中,得到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因此,2024年是属猴人创业的好时机 二,财运分析2024年,属猴人的财运也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有机会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收入 并且也有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更多的财富 不过,在追求财富的同时,属猴人也需要注重自己的消费和理财方式 避免过度消费和投资风险过大 三,感情运势2024年,属猴人的感情运势也是非常好的 在感情方面,他们将会遇到很多优秀的异性 并且也能够找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伴侣 对于那些已经结婚的属猴人来说 他们的家庭生活也会非常美满幸福 四,健康运势2024年,属猴人的健康运势也比较不错 他们可以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来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不过,在运动和休息方面,也需要注意 避免过度劳累和疲劳 保证充足的睡眠和适量的运动 可以有效地维护健康 此外,属猴人在2024年 也要特别注意心理健康 尤其是工作压力和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压力 需要及时进行调节和缓解 总体来说 2024年是属猴人事业 财运和感情方面非常好的一年 他们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中 获得更多的成就和收入 也能够享受美好的家庭生活 和幸福的感情关系 不过,属猴人也需要注意 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 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 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生肖属猪的人 天生注定有三个贵人 生肖属猪的人 天生注定有三个贵人 生肖文化在中国 有著悠久的历史 每个生肖代表著 一定的性格特征和命运走向 而在这些生肖中 属猪的人有著独特的特点 据说他们天生注定有三个贵人 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第一位贵人 朋友生肖属猪的人 通常是非常友善 和待人热情的 他们的性格特点 使得他们 在社交圈中 很容易结交到很多朋友 这些朋友通常都会成为 他们生活中的贵人 给予他们帮助和支持 这不仅仅是因为 诸年出生的人 善良和诚实 更因为他们天生具备的 亲和力 和社交能力 诸年出生的人 往往能够 建立深厚的友情关系 他们在朋友之间 有著很强的包容性和理解力 这使得他们的朋友们 愿意帮助他们 不仅在日常生活中 还在关键时刻 无论是在事业上遇到困难 还是在生活中需要帮助 属猪的人都能够依靠他们的朋友 因此 朋友是他们的第一位贵人 第二位贵人 爱人 在生肖属猪的人的生活中 爱人通常也被视为 重要的贵人之一 诸年出生的人 通常是家庭意识很强的人 他们非常注重家庭和亲情关系 因此他们会非常珍惜自己的爱人 而爱人也会回报 他们同样的爱和关心 属猪的人通常 是非常细心和体贴的 他们会在生活中为自己的爱人 创造一个温馨 和幸福的家庭环境 无论在经济上 还是在精神上 他们都会尽力支持 和关心自己的爱人 这种相互的关爱和支持 使得爱人在属猪的人 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成为他们的第二位贵人 第三位贵人 长辈除了朋友和爱人 生肖属猪的人通常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贵人 那就是长辈 在中国文化中 尊敬和孝顺长辈 是一种传统美德 而属猪的人 通常都非常注重家庭价值观 尊重和关爱长辈 长辈不仅在生活中 给予属猪的人 经验和智慧上的指导 还在关键时刻 提供帮助和支持 无论是在事业上遇到困难 还是在生活中需要帮助 长辈都会成为 他们的坚强后盾 这种亲情的力量 使得长辈 成为生肖属猪的人 的第三位贵人 总结生肖属猪的人 天生注定有三个贵人 分别是朋友 爱人和长辈 这是因为他们的善良 友善和家庭观念 使得他们在社交 和家庭关系中 都能够建立深厚的 情感纽带 这些贵人 不仅在日常生活中 给予他们帮助和支持 还在关键时刻 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 因此 生肖属猪的人通常 拥有幸福美满的人际关系 而这也是他们的幸运之处 无论在事业还是生活中 有这三位贵人的支持 他们都能够迎接各种挑战 走向成功和幸福的人生 那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